欢迎来到CTITalk中天头壳 欢迎各位来继续支持中天新闻频道 在这里我们和你分享不同的对新闻时事的思路和观点 在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对防疫的一个特别的角度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自从不逃也就是不立桃源医院的这波疫情扩散之后 整个台湾陷入了非常紧张的这个氛围 那在这氛围当中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尤其对于陈时中部长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运筹帷幄 究竟什么时候该封院什么时候不该封院 那么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质疑 当然其实我自己在有关于陈时中部长的这个过程里头 我想如果长期在关注我新闻评论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都不会太惊讶 因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陈时中部长因为他是牙医出身 他是一个对政治很热忱的牙医 我虽然不是贬译说牙医一定不能做好部长 或不能做好防疫调度的工作 但是要知道其实专业思路里头 你从年轻来长期来训练是哪一个科门别类 其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那究竟是谁比较合适 或者是说放眼政坛里头 什么样的人其实是我 王上志特别会觉得 其实他们明明很厉害 为什么没有跑出来 他们面对疫情现在这么严重 他们是不是其实心里也很慌 也很想贡献 也很想付出 但是没有渠道跟余地呢 什么人 只有两个人 先讲第一个人就是原来的副总统 那么陈建仁先生 陈建仁前副总统 那么都知道 而且在陈建仁副总统 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有关于传染病学方面的非常了解 而且非常有见地的院士籍的 这样子的一个专家 所以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有关于公共的疾病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全世界当中有两大块是最主要的 一个就是陈建仁副总统所处的 有关于传染病学这一块 那么另外一块是什么呢 另外一块就是现日任副总统赖清德 他所处的公共卫生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现在每当遇到疫情 到这种像这种扩散 他牵涉到整个疫情控制 他牵涉的不只是传染病 还牵涉到整个基层到中央 行政单位跨部门的这种整合的 有关于公共卫生这一块的 我认为全台湾少数几个专业人士当中 赖清德副总统是很重要跟厉害的人物 那么他在这一波疫情里头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 2020年正副总统选上 蔡英文跟赖清德当选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赖副总统其实没有什么机会 也没什么声音 就参加了一两次活动 我觉得这一整年下来 印象中大概就有三个新闻 或三个活动当中 他是主角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讲到公共卫生 我要讲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对人个人公共卫生的了解 其实是一个渊源 大概渊莫是在20 我想是在2005年那时候 我自己是有一次因为去巴厘岛 去那个地方放假去旅行 那么住在巴厘岛的Villa里面 那么Villa当中有另外一个住户 另外一个游客 另外一个巴西来的游客 然后他其实也是 就是已经一个30多岁40多岁的熟男 那么带着他的女朋友 然后因为我们用餐的时候会遇到 所以就不禁聊了起来 然后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我想像巴西人没有错热情大方 我在想他是不是跳森巴舞的 结果当然不是我的这个成见 仔细一聊之下 原来他是一位国际的公共卫生的专家 那么于是我在跟他这个相处的几天聊天过程里头 我才赫然发现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公共卫生专家是 他是在全世界所有的重大的国际性场合事件 尤其是运动事件 也就是说每年的奥运 每四年的奥运 隔两年之后的世界杯足球赛 还有全世界各地方有若干重要的运动赛事 跟国际活动 那么都是由这位巴西来的公共卫生专家 那么他都会参与 一方面他背靠联合国 他是一个民间组织 可是呢二方面联合国会委托他 或者是刚才讲奥委会会委托他 他们进行一个大的事件的公共卫生的评件 所以他有时候去协助一些国家的政府 去进行去做 包括北京奥运他也去了 去做那个规划 二方面他有时候是评审 他是一个评件者 可能代表联合国或代表奥委会 所以我在跟他交谈的过程里头 他告诉我到底公共卫生在做些什么 尤其公共卫生的核心就是传染病的控制 所以在那次的经验里头 对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从此以后 我对于公共卫生 国际性的公共卫生 跟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是在那一次的巴厘岛旅游当中 才建构了这个概念 所以从此以后 我回到台湾 我对公共卫生就很 你知道我就很钦佩很重视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台湾对于公卫科 公卫系 其实公共卫生台大 你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然后公共卫生 你在想是不是下水道 还是搞清洁的 我在想可能一般人会这么误以为 在那次我来了解 原来公共卫生是这么重要的 像很多包括先前北京 跟东京的这些奥运城市 在筹办送舰去比赛 就大家竞争城市纪念之前 有关于这个城市或奥运举办的公共卫生 是里面非常核心的 也就是说公共卫生计划 没有通过的时候 这个城市就没有办法 连申请送奥运会去 去给投票去竞赛都不可以 公共卫生是所有重大公共活动当中的前提 哇原来如此啊 所以原来赖清德副总统 他念的是哈佛的公共卫生的硕博士 这个学历而且是哈佛等级 你就可以知道 我相信赖清德副总统对于公共卫生 包括这波疫情 一定有非常厉害 独特了不起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发挥的余力跟空间 真是太可惜了 那么不妨来回过头来想 来想想在追寻先前赖清德副总统 他当年在做台湾市长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说在台南市长 台南市的几波 当时包括有传出登革热 当时也有传出一些流行疫情 包括流行感冒的时候 台南市都是最早 而且用最大的人力 像登革热当时传出的 那个扑灭的那个幅度 消毒的幅度都是六都之冠 也就是说因为赖清德非常懂得 所以我后来去查看一下 当时他在任的时候 他在有关于牵涉到公共卫生方面的 部分的预算 是远远比现在的黄伟哲 跟之前的历任的台湾市长 要高出非常非常多 所以从这里头就可以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思路的人 在主导或引领在决策 一个重大的政策项目 究竟他是不是专业 我不能说陈时中是多不专业 但是以他这次在部署 陶渊医院这次的这个决策 包括杨志良 包括等等这些前朝官员 还有那么多人都在提出 批评或建议的时候呢 他完全就是把一举对开 还说自己就是难免这个过程 有小缝隙 然后做实际上大漏洞 因此在这里头 我觉得关键时刻就体现出 作为一个牙医背景出身的 陈时中部长 虽然没有错 他底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 有非常非常多其他 也有公共卫生的专家 传染病方面的专家 大家共产研判 但是他是决策者 所以我不禁想到说 如果我们比较美国华府 美国华府在面对现在疫情当中 你知道都是由总统 也就华府总统所在的位置 把举国最厉害的专家 拉进到总统府里面 拉进到华府 华盛顿白宫里面 他们有一个特别对抗 疫情的医疗小组 我们都知道佛奇 还有其他这些厉害的 男男女女的这些专业人士 有公共卫生的 有传染病的 那么他们是真正的动脑的核心 一方面提供给 提供给总统决策的想法 二方面对于卫生部门 医疗部门的各样的 总统的措施跟行动 这个小组本身有一个 有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决策权 甚至监督权 甚至审核 甚至建议 那么我实在是不太能够理解 以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蔡英文总统 口口声声的都一直文青 叫大家要挺桃园 就是很文青 你知道就是那种文青的状态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 现在已经重大的事情 不是有包括像我刚刚提到 赖清德副总统在内 还有我们知道台大公卫 公卫所里头有很多专家 你知道现在不是都被陈时中 他们先前进 你知道就是 威逼他们 他们现在都不敢讲话了 先前一开始 去年你看好多不同的意见 现在都没意见了 为什么不把这些真正厉害专家 集结起来 而在我们的总统府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小组 现在屡里已经发生 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蔡总统 除了文青 大家要挺桃园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作为 而不懂得 好好的把这些 包括上一任副总统 陈建仁 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 一个公共卫生 一个传染病 还有那么多厉害的专家 他们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不把他们集结在 我们的总统府 有一个特殊的小组 而这个小组当中 不去干扰 现在在卫福部 包括防疫指挥中心的意见 但是呢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建议 也让他们能够去了解 也甚至让他们的专业上当中 能够去审核 帮助 整理上都是帮助 而不是现在 包括杨志良在内 有那么多外围人的意见 那都打为政治势力 用一种政治的方式 在判断 好我们就不管了 就是杨志良他们倒霉 你没有权利 你活该嘛 你现在你说话都没人听 但是民进党 包括整个政府 包括总统府内部 就有赖清德这么厉害的人 不好好地用 不用这样子仿照美国 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面对现在 已经那么全台湾的人民 都在恐慌 全台湾的人民都在危机 的经济之下 那么多厉害的人 闲在那里 我讲 难道赖清德不想帮忙吗 我不相信 难道赖清德在 赖清德在现在 这样的情势当中 而且他还有地方首长 他在台南市 那么长的时间 他知道怎么去动用 他知道怎么去判断 你说 现在 台湾市长 郑辉 他能够 他真的 包括连柯文哲在内 他是医生 你说他们能够 真的像赖清德这样 又有公共卫生的 总体的专业 同时又有 地方首长 行政的经验 你说他们其他 这些都是听来听去 我觉得赖清德 真的是一个 我虽然不喜欢他 你知道我也没有 喜欢过赖清德 但是呢 我必须要承认 他在过去台湾市场当中 对于所有公共卫生的议题 传染病等等 他所出力 那个时间 第一个他动员的 那个军队强力的要求 直接跟国防部要求当中 要派化学兵 他那个魄力 是惊人的 而且在这方面 我是非常尊敬他 而且肯定他的 所以放着一个 那么厉害的赖清德 在那里 又寂寞 又担忧 又无奈 然后放着一个牙医的 陈时中 在那里 虽然每天看到他 当然他也很诚恳 他也很努力 他也很辛苦 可问题是 他就不是这个专业的嘛 所以在 简单的东西当中 没什么问题 而且底下很多专家 可是最关键的判断 最关键要不要封愿 最关键 隔离区要怎么划分 最关键当中 要不要 大规模的 普筛 或大规模的集中 而不是为了这个八亿 为了这个多少钱 然后就说 哎呀医疗崩溃 你知道这种东西 就牙医担忧的东西 真的跟公共卫生 哈佛 朔博西 跟卫生担忧的东西 当然不一样了 所以我不得不说 我也不会去呼吁 没有什么好呼吁的 我只提醒 那么大家 去理解一下 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很多 或我们英典党很多决策里头 没有错 国民党 或前任的那一些 卫福部的官员 像杨志良 或等等这些 你们要把它打为扣仇 你们要叫145年 去把他封杀 他 要他们死 随你们的辩 这就是你们权力在手 这就是你们的优势 这就是你们朱长的优势 能怎么说呢 反正幸好杨志良 他就打不死吧 他有所谓 可能越打他越厉害 但问题是 你们民进党 或整个政府体制里头 还有那么多厉害 像赖兴德 这么样厉害的人 搁在那不用 而且明明就应该可以 在总统府里头 形成做一个 类似这样白宫 由佛奇 由白宫的总统 现在拜登继续委任佛奇 跟一帮子非常厉害的 这些公共卫生 跟传染病的专家 由他们组织一个 最核心的决策小组 他们去帮助 他们去审核 他们去协助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这样不是很好吗 明明可以怎么做 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这里头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 派系的考量 还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你知道赖兴德副总统 你还是要压力他 整个还是在 政治的思路里头 也就是说 民进党是不是 政治的斗争这件事情 连自己的内斗 不顾全民当中的福祉 那么厉害赖兴德 这么厉害的人 不拿来用 是不是还是都是 在政治的考量下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希望赖兴德 我也希望他 或者我也相信他 说不定他也都是 你知道不能讲 可能他私下 还是给一些意见 maybe他私下 看这个他可能还 以他古道热肠的个性 还是打建他的城市中 maybe 只是到底能不能够具体发挥作用 重要的还是要让这些专业的人 能够形成在这个管理体制 或行政体制当中 达到一种互相帮助 互相统整 最后依着全民 依着台湾全民的这个健康福祉 为目的 我认为这才是民进党 或包括蔡文总统 应该去想想的 希望赖兴德副总统不要寂寞 也希望他的公共卫生的 这么厉害的专业 在行政首长角色当中的 这些过往的经验 能够贡献出来 我是王上志 这里是CPI Talk 中天投壳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